您是否感觉自己情绪压抑,消化不良,经常失眠多梦,是否经常腰膝散软,乏力困倦,您知道怎么简单应对吗? 其实呀,终于从人体经络角度分析,我们的身体内藏这三扇门,守住这三扇门,可以解决现代人普遍存在的某些健康困扰哦。 第一门,睡眠这门闪门,守门学是人体自带的安眠要,专注压力大导致的失眠,现代人因为各种压力导致失眠,焦虑,白天总想睡到晚上又睡不着,就可以按摩守门来解决。 沈门学,位于手腕关节手掌侧,使侧按区基间的绕侧凹陷处,有镇静安神,舒缓神经的作用,多用于心慌、心肌和失眠的方法 大拇指倾流行按,力度流行到重,每次三分钟即可,每晚零睡前按摩一次 第二门,提味嘎打睡门气门,气门学是人体自带的舒缓理系完,专制爱生嫩气,消化不了,都说胃不合则寝不安,说明胃不舒服,人的睡眠就不踏实,质量不高,休息不好,解决这个问题,就在气门学 气门学,在第六类界系中,有健脾书嘎,理气活选择作用,它一方面疏解干气,对于爱生嫩气的人,有缓解情绪、抑郁的作用 它同时还能缓解因为干气不舒导致的胃气不降,因此还能调理消化不了 方法,作为祸养卧,终止指负按在气门学上,用力适中,一直不有酸胀感和轻度温热感位移,顺时针方向,容按二到三分钟,每晚零睡前按摩一次 第三门,补顺之门命门,命门是人体自带的顺气门,专制阳虚,怕冷 命门学,在腰部针中,与肚脐处在同一条水平线上,在第二腰追击凸下凹陷中,这个学位有强盛固本,温顺撞扬,固盛气,点缓衰落,疏通度慢个作用 方法,沿命门学上二十厘米处,左右两手用掌心,沿着脊柱两侧膀胀侵 直到命门学会用手掌摧擦命门学,一感觉微微温热发正位移 此把可夫妻互相按摩,每晚零睡前按摩一次,每天坚持睡前十分钟 胃的问题解决了,睡眠的问题解决了,肾虚,阳虚的问题也解决了,身体健康了,家庭也更加可惜幸福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